哈囉大家好 請 那今天又來到了我們的 熊熊海豚的時間啦 那知道拍影片就一定會有新東西出現 沒有錯 那這次基本上又出了一個新的卡詞 是這個覺醒深染暗黑之人的頭目戰演來啦 那這次基本上就是我們這邊的誰啊 他叫做美波是不是 忘記了 這個美波姐嗎 來看一下 大概是裡面最中二的一個角色吧 我比較不用就是關注他們這一隊這樣子喔 因為比較不是哲平那麼的愛的菜 不過他這次的衣服的話呢 如果大家是喜歡這種就是比較龐克黑暗風的話呢 感覺應該也是可以那個啦 可以就是來去讓你自己喜歡的妹子那個喔 不是 這隻 這隻是戲梨啊 所以這次基本上他的另外一個卡詞這邊的 頭目戰這邊的另外一個角色是戲梨 好像也是那種就是 比較愛捉弄別人的那種角色喔 那這隻的話基本上我先看一下他的名字 哈哈哈哈哈 不知道人家叫什麼名字其實還挺失禮的 我記得好像是美波啦好不好 應該是美波沒錯好不好 這個完全沒有去那個關注他 但是他蠻常跳出來的啦好不好 這個 雖然不是哲平喜歡的風格 但是也是一個妹子嘛對不對 我們還是要給他一點尊重 我看一下喔 他是 他是我們這個 這個 應該是美波啦 喔 劍波啦 完蛋了 哈哈哈哈哈 他是我們的黑賴劍波啦好不好 比較中二的這個妹子 那這次基本上的話是他的這個卡詞啦 不過我妹妹啊 小雪啊有說 那時候有跟我說就是 這一次好像可以跳過喔 所以我後來才就是 把我這邊的這個資源全部拿去灌 我們就是那個 路華他們這樣子喔 那這一次基本上的話呢 我們這邊就是只有一隻角色跟一個回憶啦 那看起來這個劍波的話呢 基本上他好像是那個什麼啊 是那個就是那個攻擊船的這個攻擊者 攻擊船的那個Rider 就是騎乘者 然後這套衣服啦 如果你們喜歡的話 應該也是可以就是抽這隻角色 然後來去換裝吧 感覺這樣子喔 來看一下第一道技能 他是我們這邊的雙重聚集槍 然後這邊的話到三階的話 會有這個我方全體攻擊力提升40% 還有我方暴擊力提升喔 這是三階跟四階的這邊的這個額外獎勵 然後再來是他的這個 弱點突擊 如果你突擊的話二星的時候會有隊友力屬性的敵方附加這個全隊脆弱的這個效果 然後最高可以打到這個400%的這個傷害 那大招的話是打三盾然後造成600%的傷害 然後Win的屬性的我方暴擊力提升20% 所以他就是那個Win的屬性的啦 封屬的這個的這個攻擊者的這個騎乘者喔 應該是沒什麼太大的問題的喔 那主要來說如果大家覺得沒有就是 因為目前來說如果大家的這個隊伍都騎的話 就是看這套衣服啦 看你們喜不喜歡這種風格的 如果喜歡的話應該是可以去給他拿起來喔 然後穿給就是自己的那個老婆身上應該是可以的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的這個 喔這張褲很帥欸 這張很帥 阿怎麼那個阿 哼 為什麼這邊會蹦出兩個那個 兩個那個不是他們團體的阿 自己Win屬性時自己的這攻擊力提升40%喔 這還蠻帥氣的欸好好笑喔 這個很黑暗的 反正這個是我們的中二姐姐好不好 中二姐姐的這個到來 所以大家如果喜歡的話千萬不要錯過了喔 好那目前來說的話呢 今天我們要先來把這個海綠劍大忌的這個東西阿 先給他弄掉 剛剛哲平是順利把它打到就是那個三星了 所以這邊的話直接掃蕩卷全部全掃 掃完之後的話 有一個東西我到現在都還沒有給大家看到就是 還沒給大家就是 還沒有自己還沒有抽啦 就是他這邊會獲得這個Bucks的這邊的這個轉蛋 然後這個轉蛋的話基本上就是 抽十連這邊的話就可以獲得這一次裡面的這個獎勵喔 那他們這一次的衣服的話是這個有點像是 應援團應援服的這個衣服喔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喜歡 反正最重要應該就是先把那個什麼阿 一定要把我們就是那個抽獎票券 就是我們這個...那什麼 這邊沒有抽獎票券的話那就看是不是要把這邊的衣服阿 好不好 全部給他拿到 現在才拿到這個白手套而已 然後如果能夠抽到更多的這個彩虹色奇蹟幣的話也是不錯 可是我們彩虹色奇蹟幣的話 因為我們Boss在那邊都可以換到啦 所以也不見得一定要就是在這邊抽到喔 最主要還是要先把那個啦 就是衣服那些給他抽完 喔這邊五抽 他最後就是那個啦 他會抽保底的啦 所以這個基本上應該是可以直接就是獲得的喔 好 角色獲得了 然後全部保底完畢 轉比完畢之後他會進到這個下一個set喔 下一個set的話就有轉蛋券了 這個轉蛋券才兩張 但是有抽到也不錯 他應該也是那種就是你把那個 就是既有的這邊的這個獎勵全部抽完之後的話 他應該會就是進行就是那個什麼 就是會幫你進行換下一個卡詞阿 就是問你要不要換下一個 如果你在這之前就是已經很好運的話應該是不錯 哇 我們現在是一個一個抽一個是不是 哈哈哈哈哈哈 每一次只有中到一個是不是 太慘了吧 哇靠 完了 奇奇耶 真的耶 感覺這每一個中一個而已耶 完了 喔 重置了 那感覺好像就也沒關係你知道嗎 就是全部抽到保底好像也是可以啦 就是最後就是保底 反正才五個嘛 五個set而已 所以這個基本上這四萬多應該是可以標完的啦 應該是沒問題 哇 就我們這一次的這個十抽 前面就直接 哇 欸 都沒出欸 OMG 完了 開始轉了 哎呀 怎麼開始好像出事情了呀 老哥 完了完了完了 這裡面塞了很多那種就是小東西喔 喔 有動作了 這是我們新的動作喔 反正這遊戲不外乎就是每一次就是收集我們這邊的新衣服跟新的動作啦 反正前期的話因為我們目前來說是有先把那個什麼 哇 這是什麼姿勢啊 移對姿勢 我覺得那個姿勢應該又可以被用來做一些怪怪的事情了唷 那個姿勢 反正現在來說基本上因為我們一開始先把那個比較重要的打擊的那幾個隊伍都已經先弄好了 所以代表我們接下來的話就是開開心心的等待就是我們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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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是矮屯幣欸 那個一定要拿的啊 那個是很重要的啊 那如果你沒辦法打太多的PVP或幹嘛的話這種活動一定要參加啊 因為它應該累積起來的話它是可以獲得一個SPM的幣 你就可以用那個幣直接去升級你這邊的角色 拿到了 爽啦 那應該就OK了喔 反正我們最上層的獎勵拿完之後它應該就會幫我們自動到下一個層了 那其實我覺得目前來說搞起來的話就是這遊戲的其他資源啦 也不是說完全就是都是垃圾你知道嗎 就除了一些比較R的回憶卡我覺得真的是垃圾以外 其他一些升級的升階素材都很重要 因為你後面如果要練一些新角色的話這些素材都超級無敵重要的 所以我就覺得就是 還行啦 抽到這些我都沒有什麼特別的反感之類的 我覺得都還算是頂不錯的 唉唷 飄卷 可是我會抽不完啊 我以為我抽得完欸 就好像抽不完欸 我們現在還有2萬9的幣 可以吧 我覺得應該OK了啦 拜託阿 很難抽欸 怎麼一直不轉啊 多多多一下好不好 我現在好像每一個set卡池我好像全部都抽到保底對不對 沒有一次是不保底欸 全部都是給它抽到一個 一乾二鏡這樣子 完啦 開始在吃我的票啦 各位 有了 轉一下 這是金色的 是沒了 還有欸 OMG 開轉 我記得好像還有一張票吧對不對 喔沒了沒了沒票了 OK好 那就是最後一個set了 最後一個set裡面的話基本上它是沒有那個的阿 它是沒有這個票券的阿 所以就隨便亂抽就好了 第五個set 所以基本上感覺4萬多的這邊的幣的話應該就還蠻完美的 就是好像還太多喔 4萬多的話好像還太多 就是我們這邊抽完的話應該是可以那個 就是不用到4萬 你看我現在還 額外溢出了2萬多啦好不好 所以這邊的話大概刷個差不多3萬多的這個個十百千萬 對3萬多這邊的這個黃票好像就差不多了 然後後面多的部分的話就可以拿去換我們這邊的這個配幣阿 也就是那個海豚幣好不好 這個配幣在那個每一個時期都還蠻重要的 那是因為我們最近這幾期都好像還不用再升什麼星角 現在來說我們就是那個攻擊船就是陸滑跟督條 然後防禦船就是變成我們那個機械裝姊妹喔 目前看起來我們這個隊伍陣容是這樣 等到下一次的這個比較厲害的卡實在決定要不要抽了喔 好 那這邊我就試一下給他解決 那這邊的話我們來去打一下我們這一次的這個 劍波的這個關卡看一下有沒有很難或什麼之類的 反正基本上大家現在的隊伍應該都長差不多啦 就是我們這個 蒸彈的這個督條還有我們齒輪的那個齒輪路滑嘛對不對 差不多都長這個負責性 然後那個防禦船的部分應該都是我們就是那個 機甲雙姊妹 我現在目前還是支援啦好像還不夠 所以我還沒有先把他就是升到這個90 不過到時候就是要把他升到90了 然後應該就是90 90 80 90 然後等待下一隊 反正目前來說我們主要梯隊應該是已經完成了 我們現在就是等待另外一隊 因為我們打一些東西還是蠻重要的 對 大家如果喜歡這種風格的話是可以去抽一下 不過那個風格我自己是個人是還好啦 所以我就 我就應該不會去抽了齁 然後最近就等到我們在打一些那個 打一些排位賽的時候 然後看到一些觀眾的那個 不是觀眾啦 看到一些玩家他們的衣服 真諦是鼎會搭配的耶 我覺得他們搭配的都很好看欸我覺得 就還算不錯 好這邊我們先來個搶先 搶先打多一點血量 不過因為這關的話基本上他也是一個那個啦 嗜血的這個boss 然後後來基本上我去看別人打那個boss戰的時候 我有發現就是打這個玩法好像是 你用一般的這個招式破盾 然後破盾之後的話你再用大招來K啦 好像是會比較好一點點的 先想一下這邊怎麼辦喔 這邊的話捏 看起來應該是要再冷一擊啊 那就是這樣子 然後這樣子 這樣子好不好 來一個破7 然後破7 待會的話 下一part的話我們應該是可以那個 先看一下那個行動不可要多久吧 喔有了 大招來了 然後希望不要再行動不可了 別再行動不可了 再行動不可下去真的會死人 然後這邊先看一下喔 應該也是只能 這個 然後加這個 再加這個 然後破盾之後待會再用我們那個 因為我以前都是會用他的大招來破盾喔 但是好像 好像不該是這樣玩的欸 好像不是這樣搞的 就是 你可能不能用大招來這樣破盾 你可能就是 大招後面要接一點東西會比較好一點點 因為我每次都是用大招來去破盾 因為大招這邊 破了這個數值好像感覺比較高嘛對不對 所以我就會這樣做 好 這樣子 然後 我們先開一個玻璃大砲 這邊 是三回合可以開一次的玻璃大砲喔 砰砰 這邊完美 然後這邊再接一個這個 然後我們再接 接這個 還是 接這個好了 接這個跟這個 好 應該完美 連環子彈 這個目前來說還不是最高等級的啦 所以應該還算是挺好過的 只是我剛剛按自動戰鬥的話 我自己是沒有那個 我自己是沒有打到那個 沒有打到那個最高階 沒有打到三星啦 沒有打到三星啦 有了這邊 十三 完了 感覺好像真的 有點難搞喔 唉唷 完了完了 出事啊 那我這邊確實一定得要這個加 這個加這個了 這樣我才可以破盾了 完了 怎麼會這樣 爆開了 這個可能是以下再打個幾場喔 那現在看起來這個 目前來說這個難度 我就已經 沒辦法這個完美的話呢 那可能會有點危險喔 沒有那麼簡單喔 完強其他 然後 這邊就是 這個 然後加 加這兩個嗎 好像也不是不行喔 但我是想說要不要這個 然後加這個 會不會打比較痛啊 好吧 沒關係 那就這個了 拚了 收割 騎海豚拜託了 啾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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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 Nice啊 三星 有啦 各位 沒有問題 可是他們這個帽子還蠻好看的 我覺得 我很喜歡這種類似貝雷帽的風格喔 好 那今天大概是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我們這次全新的活動又來啦 現在是我們這邊的這個 劍波的BOSS戰 然後劍波BOSS戰又有很多的獎勵啦 那這次的這個角色的話呢 他是封屬的隊員啦 如果大家有足夠的資金 或是你喜歡劍波或是喜歡這套衣服的話 應該都可以去抽抽看 那如果想要知道一些詳細消息到底該不該抽呢 可以去看我妹妹小雪的頻道 來去看一看她真正的介紹囉 那我們今天就先玩到這邊啦 沒有問題~~